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德华在台湾开演唱会 没想到却被绿营接连针对 不过这种无理取闹的言论 不仅没有得到多少支持 反而被岛内大多数网友唾弃 一些岛内网友还指出了一个 让惹事的绿营政客尴尬的事实 歌曲《中国人》的词曲作者均为台湾人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烟绿能前董事长陈启玉 由于涉光电弊案 台南地方法院一号针对齐开鸡押亭 但他并未到场 由于陈启玉失踪已久 被外界认为已经潜逃 蓝白民带炮轰 检掉为何对其没有监听监控 难道是因为碰到绿色权贵 所以刻意放人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人关注 这里是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无锡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当地时间11月1号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伯雷利 访问日本 在东京与日本外相盐巫役 举行首次欧日外长级战略对话 期间双方宣布建立 欧盟日本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 签署包括加强安保合作等内容的 安全保障及防卫伙伴关系协议文件 然而双方在会谈时 又扯到台湾地区 根据欧盟网站发布的声明 日本是印太地区第一个 与欧盟签署此类政治框架 来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国家 报道声称 新的欧日伙伴关系 将加强双方在海上安全 参与欧盟任务和行动 太空安全和防务 网络问题 外国信息操纵干扰和虚假信息 等关键领域的双边合作与对话 日本共同社则直言 该协议就是针对中国的 据日经亚洲报道 在当天的联合记者会上 伯雷利和盐务役二人 对涉华议题指手画脚 声称对于东海和南海局势 深表关切 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 改变现状的行为 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 对区域和全球安全与繁荣 具有战略重要性 被问及台海相关问题时 伯雷利回答说 台湾地区是全球主要 先进半导体生产地 也是欧盟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他随即妄称 欧盟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 也将与伙伴合作 阻止中方通过军事手段 单方面改变现状 而伯雷利也强调了 通过对话解决紧张局势的重要性 在一号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针对欧盟与日本安全与防卫伙伴协议 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 各方开展安全与防务合作 应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 我要强调的是 由于历史原因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 一直备守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关注 我们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 在军事安全领域慎主行事 也希望欧方不要介入地区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相关问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张斌 张先生您好 看了上述新闻 您认为欧盟日本签署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协议 为何要刻意扯上台湾地区呢 欧盟这次跟日本签署防卫与安全的 这种合作伙伴的协议 这意味着呢 欧盟跟这个日本的军事的连结呢 就更加紧密 我们都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啊 日本啊 跟这个欧盟啊 一直是勾连的比较紧密 共同的参与美国主办的军演啊 在地区局势当中呢 进行一些合作呀 特别是对于这种东海南海乡的事态啊 欧盟跟日本勾结的 应该说是非常紧密的 那么其中东海也好 南海也好 都涉及到中国的主权 中国的领海的管辖等等 所以啊 介入这个台海地区的局势 南海地区的局势 应该说 这是日本和欧盟 现在呢 在亚太地区应该说 最重要的目标 那么其实双方的 这样一个勾结呀 更多的呢 要扯上地区 相应的一个安全 只有呢 地区局势被他们渲染的 更加危险 形势愈发严峻 那么欧盟才有可能从这个大西洋 转到这个太平洋 把这个北约呀 亚太化呢 真正的呢 能够得以实现 而日本呢 在这个亚太地区呢 希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增加自己的军事实力 也希望借助外部势力啊 能够呢 遥相呼应 所以呢 双方之间可以说 一拍即合 那么一拍即合 自然要找到一个借口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也是西方社会啊 这种利用台湾问题 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和筹码 所以从这个未来的 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欧盟跟日本之间的勾结 会更加紧密 也会造成亚太地区局势的 更加紧张 尤其是日本现在动作频频 我们都知道 由于历史原因 日本的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动作 一直呢 引起国际社会 特别是呢 周边邻国的高度的警惕 那么如果跟欧盟进行军上的深度勾结 在亚太地区掀起了相应的波澜的话 我想日本恐怕会更加引发 周边国家的一种啊 相应的这种反对的情绪 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好的 感谢张先生的点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2号报道 台防务部门近年针对 向美采购新武器装备训练或调整部队部署 同时执行兵舍改建的新安装案 工程费用年年增长 但执行混乱 有时甚至出现政策急转弯案例 据报道 台防务部门近期向台立法机构提出报告 将动用第一预备金5亿元新台币 支付防务部门 营建工程项目下 跑华道战北工程案 有名代表是 台防务部门2025年一般建筑及设备 业务计划的营建工程 编列27项工程案 计划分年预算137.99亿元新台币 比今年增加约34.59亿元 明代表示 台军各军种工程 计划预算逐年增长 但屡有无法执行 延长工期或增加经费的情况 甚至因预算不足 需要减项减量兴建 近年度台军执行中的工程计划 曾因故增加经费或延长期程的比率达四成 且不乏延长期程超过十年 仍未完工的项目 其中以台海军作营二港口扩建工程为例 这项工程早在2006年就建案并编列预算 但受当地居民抗议 及物价调整等因素而多次变更工程计划 除了将总经费调整为404.8亿元新台币外 预计完工时间延至2032年度 据原定2017年完工 已延后15年 报道提到台军各军种近年所提出的工程计划中 台陆军司令部包括陆航清泉港基地设施 新建工程等四项工程 及台空军司令部清泉港防护机库等五案 均有因计划经费不足而减项或减量 此外应对鱼叉导弹海岸防卫系统所需基地工程 原预算11.33亿元新台币 原规划完成时间为2021年至2025年 但2021年9月29号又紧急更改其成 总经费增加为29.24亿余元 时间也延后至2030年 明代推断这是当年台当局 仅计划第一阶段采购32套鱼叉 后来应美方要求必须一次采购100套所致 相关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张斌 张先生 今年度台军执行中的工程计划 曾因故增加经费或延长七成的比率达四成 那且不乏延长七成超过十年仍未完工的项目 对此您怎么看呢 如果说我们来形容台湾在这个对外采购军事装备 以及在岛内加强战备 加强相应的工程的这样一个情况方面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拖字 也就是所有的项目都在拖 不管是从美国这个购买的武器 钱已经给了 货物却拖着迟迟不交付 还是说自己的本身的工程也是一拖再拖 民进党当局现在穷兵独武 不断地把大量的费用和大量的精力 投入到对抗大陆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台独行径当中 所以他势必在这方面就要加大箱的投入 做好箱的战备工作 所以他工程量也好 还是购买的武器装备也好 数量在急剧的上升 金额在急剧的增长 所以致使工期纷纷的延后 这已经成了台军在工程建设方面的 可以说一个通病了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台军的相应武器装备的制造也好 购买也好 维修也好 应该说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同时很多的武器装备的维修 升级等等 也因应着台海局势的紧张 特别是我们遏制台独的这种常态化的战备警循 和我们大量的实战化的演练 让台军也是疲于奔命 有的甚至并没有完工 就积极的出海来应对 那么同时 台湾整体经济的蛋糕就这么大 你的防务费用切的越多 你的工程款投入的越高 那么利用于民生 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份额也就越小 自然也就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强烈的反对 所以我们把台独这种一物谋独的行径 称为叫饮阵止渴 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 正是这一杯一杯台独的毒酒 在掏空着台湾的经济 在消耗着台湾民众的精力 同时也把台湾带进危险之中 好的 感谢张先生的点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空军第二连队编号2047的幻影2000战机 9月10号晚间失事坠毁 飞行员获救 台空军斥资4669万元新台币 委托民间公司对失事飞机进行打捞 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但由于天气不佳 目前战机打捞作业已经暂停 9月10号晚上8点多 台空军新竹基地的一架幻影2000战机 在新竹外海进行飞行训练时 突发状况失事坠毁 飞行员谢佩勋弹射逃生后 被搜救人员救起 台空军在10月底完成初步调查报告 不过官员坦言 由于失事战机最重要的黑匣子 及发动机尚未寻货 全案尚需完成打捞与资料解读后 才能执行进一步的研判分析 台空军表示 针对失事战机的打捞工作 已斥资4669万元新台币 委托民间公司全日移 执行定位及打捞作业 但因近期天气情况 未达作业限制标准 待天气符合标准后 就会即刻出航 执行定位及打捞作业 此外 台空军救护队的S70C直升机 在救援落海飞行员谢佩勋时 发生脚盘卡制状况 台空军官员表示 以针对操作组合件执行维护保修作业 增定相关调挂检查等维护程序 以确保装备妥善 周西理学思想中 倡导的笑脸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周西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我除了有钱有脸之外 其他都是一不少 又好啊 咱们杨栋城谁不说我 方堂顽固 一事无常 顾九思 周汇气 从今日起 我要你出人头地 专心读书 这些是你的科业片目 你这是我第一期 再被五片目 长风度 11月2日起 每晚18点4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去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意见印发 一年多来 福建省密集出台 一系列贯彻落实意见的 创新举措 持续纵深推进 敏台经贸合作 在便利要素往来 深化产业合作 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让台企安心顺心发展 日益成为台胞台企 登陆的第一家园 老字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 去年以来 厦门福州率先将台资企业 纳入本地老字号申保范围 相继有八个台湾品牌 加入大陆老字号大家庭 这是福建省推动 两岸经贸深度融合的一项全新实践 这是一个新突破 台资品牌产品大陆老字号 终于有了行业标准 未来这将是对台资中小微企业 登陆大陆发展将是一个助力 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 福建省出台一系列创新举措 取得一批阶段性成果 在全国台企联的支持下 首支台商发起的 两岸产业投资基金落地厦门 首期以募集7.86亿元 重点投资科技与消费行业 这个基金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益 尤其针对台资企业 还是未来的清创文创 还是乡村振兴 这些企业来讲的话 帮助是非常大的 一直以来 两岸行业标准难以互通 给两岸贸易带来诸多不便 为此厦门率先设立 大陆首个设台标准化平台 两岸标准互通服务平台 以收入两岸共通标准200多项 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台资企业 在福建投资布局跑出加速度 在厦门市同安区 台资企业东亚机械的第三个新厂区 正加紧进行主体施工 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50亿元 政府都非常努力在鼓励企业转型升级 同时引进新的产业 我也参观了很多的地方投资环境 但我们始终坚持在投资在厦门 我们也希望从技术上面来讲 还有包括产业方向来讲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发展 随着涉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福建成为台资企业最密集 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 越来越多台胞台企 选择福建作为登陆的第一家园 共享大陆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再来看下一条 刘德华在台湾开演唱会 却被绿营接连针对 不过这种无理取闹的言论 不仅没有得到支持 反而被岛内大多数网友唾弃 一些岛内网友还指出了一个 让惹事的绿营政客尴尬的事实 歌曲中国人的词曲作者均为台湾人 近日香港歌手刘德华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演唱会上刘德华演唱了 中国人等经典歌曲 收获满堂喝彩 更引发歌迷全场大合唱 然而如此精彩的一幕 却让绿营人士破防了 民进党集民代王定宇和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王毅川如跳梁小丑一般的酸言酸语 反而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谴责与惑 此外一些岛内网友还指出了一个 让惹事的绿营政客尴尬的事实 歌曲中国人的词曲作者均为台湾人 资料显示歌曲中国人发行于1996年 由出生于台北市的知名词作家李安修作词 由在岛内音乐界有教皇外号的台湾曲作家陈耀川作曲 歌曲发行后荣获多项大奖 成为刘德华的代表作之一 11年前也有唱中国人这首歌 为什么11年前就没有听到民进党 有任何人跳出来讲话呢 这样子的口诛笔伐 其实说穿了 是不是就是想要趁这样声量 自信一点好吗 王毅川跟这个王定宇两个人呢 只要一听到中国两个字呢 似乎就是被开启了某种开关 就像被催眠一样 蓝营痛批 为何很多事情碰到绿营 都得被上升成政治议题 台湾作家飘浪岛屿也表示 有时候不理解民进党怎么翻脸比翻书款 2018年请刘德华来当金马嘉宾 现在却要赶走 还批评是所谓媚共艺人 如果真有魄力 聚听聚看聚入镜 岛内网友还列举了刘德华 在台湾遭遇巴巴风灾后 自己首先捐款 并号召全球华人伸出援手 甚至在921大地震发生后 刘德华亲赴台湾进行震灾一眼 并且筹集3000万元新台币 建议王毅川先跟王定宇比一比 他们对台湾的贡献 然后再来跟刘德华比 由岛内舆论直言 歌曲《中国人》的歌词 戳痛了台独的内心 民建党的双王嗆声天王 没想到没有获得政治红利 反而踢到铁板 对于刘德华的台北演唱会 绿营台都政客极力打压 但最后他们发现小丑竟是自己 为此我们也采访了大陆民众 与到现场观看演唱的台湾民众 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 这场两岸共同关注的演出 他是中国人 他肯定是中国人 他亲中又没有什么事情 海外就是属于中国的 所以没什么好攻击的 我认为政客的这种影响力 与刘德华的影响力 完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刘德华可以说是我从小到大 听过的歌星里面名字最多的一项 我觉得那些台独分子 他们都是在蹭刘德华的流量 说刘德华的这不好那不好的 其实他们就是想攻击刘德华 来给自己长热度 因为那个台独嘛 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关注度啊 我觉得他们跟刘德华 都不能相提并论 甚至给刘德华提鞋都不配 我相信在台湾支持刘德华的人 肯定会超过支持台独的人 有幸抢到了首场演唱会门票的 台湾民众图先生表示 在现场听到这首中国人非常骄傲 这场演出刘德华真的非常卖力 足足唱了三个小时 尤其这首中国人演出的时候 后面的舞台 尤其那条中国龙 配上刘德华完美的歌声 哇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 现场说的人都拿下手机 在录下震撼人心的画面 让世界知道说我们中国人 龙的船人是世界第一的 世界的一定 非常期待刘德华 下次在台湾的演唱会 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再次参加 然后感谢华宅为台湾歌迷 带来这么震撼人心的演出 然后身为中国人 龙的船人 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据台媒报道 台经济部门在2023年1月表示 大陆人气零食黄飞鸿花生 未准许进口 若在网络或市面上贩售 将进行查处罚款 最近民进党当局 又以所谓保护台湾相关产业为由 再次重申禁止黄飞鸿花生入台 对此前民代蔡正元表示 黄飞鸿是台商生产的产品 但民进党却认为 即使是台商的产品 只要是在大陆生产 就不准进口 据了解 风靡大陆的人气零食 黄飞鸿花生的生产厂商 是山东烟台新和食品公司 董事长孙德善是台湾人 早在1992年就到山东投资建厂 主营酱油 拌酱果醋等 其公司在高价酱油的细分市场 市占率排名第一 而黄飞鸿花生 是因顾客建议意外开发出来的 原料采用山东大花生 河北朝天礁等 备受两岸消费者喜爱 梁静如 肖亚轩等明星 都曾在社交媒体上 公开推荐过这款零食 针对民进党当局 禁止黄飞鸿花生入台 前民代蔡正元 2号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台湾人把小本生意 在大陆做成大企业 是继旺旺康师傅之后 很成功的案例 但民进党认为 即使是台湾人的产品 只要是在大陆生产 就不准进口 对此 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 真是悲哀的台湾老百姓 以前在大陆工作返台 都是一箱一箱买 带回去分给家人 真的有必要那么夸张吗 所以是不让我们的台商生存 连个花生也要进 民进党心眼儿 比花生豆子还小 在10月30号的 国台办记者会上 发言人朱凤莲也就此议题予以回应 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大张旗鼓的 要禁止输入严格限购 你提到的这款辣花生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它是产自大陆 可见民进党当局 一味地进行政治操弄 已经到了连小小的花生米 都容不下的地步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绿能前董事长陈启玉 由于设光电弊案 台南地方法院一号 针对其开鸡押亭 但他并未到场 由于陈启玉失踪已久 被外界认为已经潜逃 蓝白民代炮轰 检调为何对其没有监听监控 难道是因为碰到绿色权贵 所以刻意访人 台南地检署侦办 台延绿能公司光电开发利益输送弊案 涉案的绿营要角 台延绿能前董事长陈启玉 因涉嫌官商勾结 被检方申请羁押 但11月1号 台南地方法院开积押亭时 陈启玉却根本没到庭 随后检调人员前往陈启玉 位于高雄骑山的户籍地 及居所均不见人影 为了防堵陈启玉私度出海 台检调部门与台海巡部门 动员数百人 针对台南 高雄 屏东等沿海 大小港口严密监控 全力追击陈启玉 有知情人士猜测 陈启玉有可能已经逃离台湾 陈启玉是台监察机构负责人 陈菊的爱将曾任高雄市副市长 在高雄地方势力雄厚 台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台湾诈骗集团数十人 要搭船出镜都不是问题 何况是绿营药角 还担任过副市长 陈启玉如果真的有犯罪事实 应该不会放过这次 可以逃跑的机会 而此前 蓝英明代 早已警告过台法务部门 由岛内网友质疑 谢龙介已经当着台法务部门 主管的面公开检举 要求有关单位超前部署 为什么牵扯上亿元新台币的 光电弊案还会让人失踪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洪威则直言 台南地检署与台南法院不合 导致陈启玉的生压遭驳回 让陈启玉有潜逃的机会 检方所提出来的以证交法 来去生压陈启玉 被院方打脸 所以就纵放了陈启玉 检方是不是根本没有防逃的机制 第二个是不是检方 所谓的要去生压 引用的法律也是有问题 让院方有机会 把陈启玉就这样子轻轻的放过 陈启玉消失 就连绿营人士也看不下去 喊话台司法部门要严格执法 所有司法的案件 我们都希望秉持着 误网误众的精神 那凡是有涉滩不法的 都希望能够严厉严肃的来处分 台媒指出 高雄骑山当地人士表示 最后一次见陈启玉 已经是半年前 身为台南光电弊案的 重要涉案人 如今疑似潜逃 背后恐怕牵涉更多 不可告人的巨大秘密 相关问题 我们再来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 郑先生 您好 看了商书新闻 您认为台检调是因为碰到 绿色权贵 所以刻意放人吗 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引起了 台湾社会各界 非常重要的 矚目的一个大案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台延绿能 所牵涉到的光电弊案 第一 它是在台南爆发的弊案 第二 这一个陈启玉呢 他是民进党 新潮流派系的大将 现在这个人凭空消失了 那么外界就质疑了 是不是有可能 检警调 还有法院呢 再唱一个政治双簧 整个事情的过程 就只是一个演戏的过程 要让外界呢 看到 好像民进党 有在办自己人 并没有是办蓝不办绿 更糟糕的状况 就是现在 台湾社会各界 都在担心的 有没有可能 这个人被重放之后 结果被杀人灭口 万一出现 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 那么 是不是更坐实了 外界所质疑的 今天 瑞银只要有弊案 就必定是到最后 找不到真相 案子办不下去 我们必须讲 民进党执政以来 瑞银的弊案 尤其在台南 在光电这个领域呢 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始终是查无时据 或者是雷声大 雨点小 陈启玉到最后 不管他的下场是什么 其实外界对于台湾的 司法的信心 可以说是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必须要提醒民进党 你如果真的有心 要办弊案 你如果真的有心 要去进行司法改革的话呢 陈启玉 台延绿能的案子 绝对不能就这样子 不了了之了 好的 感谢郑先生的点评 台湾民众党主席 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 因设金华城案 被收押禁建59天后 台北地方法院1号 又裁定期延压两个月 这也让台湾民众党 是否选代理党主席的问题 再度扶上台面 对此 台湾民众党 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黄国昌2号表示 目前仍没有 谁代理党主席的问题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1号遭延压两个月 而他三个月的党主席 请假期限 直到11月29号 无法及时回到台湾民众党 外界也猜测 接下来台湾民众党 究竟由谁来发声 会不会选出代理党主席 中央紧急应变小处 都还是正常的运作 不可能逃跑 也没有逃亡动机的柯文哲 民进党的权贵 陈启玉 顺利地跑掉了 柯文哲不在 黄国昌率先扛起火炮 猛轰民进党 而对于代理党主席的问题 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 江和树提案 要无限延长柯文哲的请假期限 对此 台湾民众党中央表示 尊重党内各方意见 一切代中央委员会讨论 目前台湾民众党 仍会采取核意志 而对于柯文哲遭严压 台湾民众党也相继举办音乐会 力挺柯文哲 2号下午在彰化的活动 柯文哲妹妹柯美兰也到场发声 现场支持者在大太阳底下席地而坐 听音乐 展现力挺决心 还有人做出司法要公平的袜子 来进行无声抗议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柯文哲此次遭到积压 也意外让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 好感度激增 亲律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 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赖清德上任4个多月后 声望重跌10个百分点 流失近200万支持者 而这些支持者都倒向了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 此外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指出 有很多台湾民众党人都看到了韩国瑜进来的种种举动 像是10月初 韩国瑜曾在一个活动上 特别为积压中的柯文哲留一个位子 这让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觉得很温暖 11月2号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湾民众党籍民代黄国昌同时出席活动 两人有不少互动 黄国昌展现柔软身段 似乎在为2026新北市长选举做准备 只不过蓝绿的潜在战将也都动作频频 民进党籍民代苏晓慧已经表态参选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也被点名 而蓝营包括李四川 刘和然等也都被视为热门人选 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台湾民众党籍民代黄国昌 共同出席新北市板桥消防厅设动土典礼 两人不止互相握手拍肩 还靠近讲悄悄话 互动融洽 外界传闻黄国昌希望获得侯友宜的支持 参选2026年新北市长选举 但蓝绿方面也有不少人选跃跃欲试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动作频频 民进党积民代苏乔惠已经公开表态要参选 而同属苏系的张鸿路也被点名 优秀的人才想要来新北市府 今天是动土医师 不过还是一句老话 要来新北市府 现在大家就要赶快来新北 要再多了 林又昌的缺点就是他在新北知名度比较低 他去推动霸梁很失策啦 苏小慧跑得很勤喔 可是他每次都讲他霸 就很怕人家不知道他是靠霸主 然后还搞一个什么口号 然后苏仁昌是 哇是瘦琴衝衝衝衝衝衝 然后他说他是苏小慧会会会会 我不知道你在会什么 绿营内部竞争激烈 而国民党有谁出战 目前也难以预料 刘烈然我觉得他当然现在 看得出来有在努力啦 李四川现在大家都说 他说目前没有兴趣参选嘛 可是那是目前啦 我觉得你明年问他 我觉得可能答案又不太一样 那这两位我觉得都是很优秀 都做过那个新北市的副市长 李算计还非常非常的早啦 那我是欢迎每一个 想问新北市做事的人 2026新北市长选举 蓝绿白三强鼎立 潜在战将都很努力 希望获得出现名额 台中火力发电厂二期 将增加四部燃气机组 台环境影响评估审查会议 竟然不顾台中市民的健康 在10月30号通过这个评估 引发争议 为此台中市长卢秀燕 连续几天怒呛民进党当局 认为这样的能源部署过度集中 不利于台湾的能源安全 更不利于台中市民的健康安全 喊话民进党当局 一定要审慎思考 不要伤害中部人的健康跟废 也不要伤害台湾的 安全一定要省思 台中火力发电厂将增建四部燃气机组 让卢秀燕大动干火 连续几天怒呛民进党当局 没有一个人具体的承诺 给中部人承诺说 他要增加了这个四部机组 要怎么样拆煤减煤 没有看到 我相信台中也有环平委员 所以大家要一起来尊重我们环平委员 他们的专业的审查 这是不容去让大家来践踏的 尽管台环境部门声称 增加的燃煤机组不会超过每年720小时的原则 但卢秀燕并不买单 要将视频健康捍卫到底 环境部严重成为污染的护航者 要中部地区的民众用费发电 环境部没有资格成为环境部 中火的这个环平的问题 我们首先当然必须尊重环平委员专家 奉同的意见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在最近努力之后 已经在中火的空污排放 比过去降低了7成 卢秀燕从2018年选台中市长时 就锁定空污议题 这次妈妈市长再度为了市民健康挺身而出 不排除将提出行政诉讼 捍卫台中市民的权益 以法制红线 首号安全生产底线 以高水平安全 护航8米高质量发展 新修订的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 2024年9月1日起 施行 只要踏击东都这个权力的漩涡 都将身不由己 何时才能过云近日啊 我知道我挨着的这 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生命图 而无所作为 解释 你要成为一棵大树 向你承诺 去避佑你小避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台媒报道 台劳动部门11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最新一期劳固双方协商减少工时 即实施无薪价人数 再创半年来新高 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报道称 截至10月底 共有305家企业实施无薪价 较10月中旬增加26家 人数增加679人 达到5763人 为半年来新高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达4593人 那个别事业单位 他因为这个订单减少 而需要实施减半休息 那至于就是制造业整体来看 确实近期有些许的这样的一个增加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持续的观察 据统计 本期制造业增加的无薪价人数为688人 其中金属机电工业增加418人 主要由三家企业接续实施 一家为车床企业有100多人 另外两家各有70人至80人 分属汽车零组件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 化学工业新增207人 仅次于金属机电工业 其中由一家橡胶制品企业 首次实施 人数接近200人 我们的制造业大概从去年的第四季开始出口 就开始出现一个问题 那刚开始当然是传统产业开始 美国邓白市公司10月31号发布2024年第四季 全球企业乐观指数分析报告和台湾地区企业乐观指数调查 显示台湾制造业乐观指数为155 季减4% 该团队指出台湾地区的企业对第四季出口量预期抱持谨慎态度 制造业本季出口量预期较前一季下降 或同中国大陆需求下降 中东地区冲突拉升地缘政治危机有关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